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度高 也异于加工 能不能具体说说这些特性 PIC的耐高温体现在它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为143度 熔点343度 其负载热变性温度高达316度 长期使用温度为260度 顺时使用温度可达300度 这个温度确实很高 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塑料 大多数耐温都在100度以下 稍微高一点的也都在150度以下 听说电子烟里就用到了PIC零件作为隔热 是的 我们再看看它的耐辐实气 除浓硫酸外 PIC几乎不容易任何溶剂 具有很高的化学稳定性 嗯 的确很牛 它的耐水解性体现在它不受水和高压水蒸气的化学影响 在高温及高压蒸气或水环境下 可以连续使用而保持良好的机械性能 它还有极强的抗高剂量伽马射线辐射的能力 机械性能可以得到完整的保留 难怪PIC材质的医疗器械可以反复使用高温高压蒸气灭菌 PIC材料有很好的滑动特性 适合于严格要求低磨砂系数和耐磨耗用途的场合 特别是碳纤维 石墨 PTFE改性的PIC耐磨性非常优秀 听说高端的家用吸尘器 电锤风力就会用到PIC齿轮 是的 PIC制作的轴层和齿轮不仅耐磨 而且静音 重量也更轻 PIC的阻拦性主要应用在哪些地方 PIC具有窒息性 即使不加任何阻拦剂 也可以达到最高的UL94-V0级 所以在防火安全等级要求高的地方 比如航空航天 轨道交通等 PIC材料往往大显身手 再说说PIC的机械性能吧 PIC的机械性能非常突出 拉伸强度可以到100兆化左右 而弯曲强度可以达到170兆化左右 经碳纤增强的PIC 强度还可以再提升50%左右 而我们常见的ABS 拉伸强度只有30兆化左右 弯曲强度也只有60兆化左右 尼龙好一些 拉伸强度50兆化左右 弯曲强度70兆化左右 但是还远远不及PIC 据说PIC的电性能也很有益 是的 PIC具有较高的体积电阻率和表面电阻率 在宽广的温度范围及环境变化下 可以承受各种频率的交流电位厂强 保持良好的绝缘性能 看来PIC的确是综合性能优异的材料 是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PIC材料 能够站在塑料性能精致塔顶端的原因 这需要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